近日美向欧洲盟友大量出售武器装备备受关注 美国务院已批准向波兰出售价值150亿美元的 一体化防空反导指挥系统 此外还将向挪威出售价值约2.93亿美元的F-35战机机用炸弹 美国防部表示军售旨在加强北约盟国防御 那如何理解美国防部的这一表态 美日加紧向欧洲盟友军售会给俄乌战场局势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美国大幅度地向欧洲出售武器 那么主要原因无非是两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地区国家 特别是新加入北约的一些国家 在欧洲的中部和东部地区 这些国家他认为有必要 借着购买美制武器把美国紧紧地拉住 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波兰 因为在2023年1月的时候 我们看到波兰大手笔的买了美国的M1A1主战坦克 买了F-35战斗机 那么现在又提出来要出资150亿美元 买美国的一体化的防空系统 因为我们都知道任何一项军火交易 它不单单是出售武器的问题 它更多的是一种政治层面 外交层面的合作 那么中东地区的相关国家 大手笔的采购美国的武器装备 就是希望借此把美国拉住 因为这些国家看得非常清楚 美国的对外军售 其实就是要满足国内军工复合体的利益 其实从拜登上台以后 我们看到也不断地扩大美国在国际军火市场上的份额 那么一些政策制定者也追随美国军工力集团的需要 包括在欧洲地区制造事专 包括不断地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 那么借此之机 其实是让美国的一些利益 特别是军工复合体得到越来越多的好处 即使美国国内百姓 即使拜登政府想着阻止这种利益的行为 但是现在也无济于是 毕竟美国的内政和外交 都已经被包括军工复合体在内的一些利权所绑架 那么对于欧洲冲突来说的话 美国目前来说的话 不会停手向乌克兰提供军火 那么同时也会向有关国家提供各型武器装备 这就是欧洲地区成了一种武器的竞技场 那么使地区的局势更加动荡不定 这应该说是美国自己狭隘地缘政治和商业力考虑的必然结果 地区国家应该保持高度警惕 对于欧洲地区国家应该保持高度警惕